我們要透過新农牛隊的翻譯和舒農 幫我們來採訪鄭田樹 第一個問題要請教鄭田樹的是 他在四局雙半就是 庫力士 對方第四棒打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被打到哪裡 有沒有太大的一個狀況 四階的表演 四階的表演 教授的 那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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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庫力士的球是打到鄭田樹的屁股 那基本上沒有什麼問題這樣子 打到屁股喔 OK 沒有太大的問題 他今天也投得非常的精彩 那另外呢 要請教鄭田樹的是 就是他上一場比賽 對Lanew投得也並不好 那這場比賽他做了哪些的改進 使得他能夠對Lanew熊隊 又投得非常好的呢 那這個前是Lanew熊隊 我們前的Lanew熊隊 它們可不product的 但是今天右打的外面也没有说特别做什么改变 但是今天针对右打者可能多了一颗二峰线 会右打者的外车去跑的一个球路 让打者没有办法打得好人 多了一颗二峰线 对右打者会往外面跑的球路 郑田树今天真的是投得相当不错 那我这边想要请教郑田树一个问题 就是像松板大福在美国职棒 他就是觉得他应该要投球量 或者训练量要跟日本职棒一样多 他好像不太满意美国职棒那种 比较少用球术的方式 还公开的批评的球队 这个红袜队 那不知道在日本受过棒球训练教育的正前术 他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是不是日本的投手就是比较习惯投的量 这个训练量包括单场的投球 数的量都要比较多才比较好 对于这些训练习惯投的方式 先発打的129都款使用 米国式打算100球 那些店駕駛到有些东西 宣伽大学 向下的環境 从来 正令人 小阿三から 台湾的スタイル 日本园 練習方法 也有所考慮的考慮 球数 球数 練習的量 也就是 全是自己负责 自己的考慮 所以 台湾的野球是这样 不合不来 正典这边来到台湾 基本上他的训练 他用球数都是 就是交给正典素本身 自己去做一个管理 所以没有说因为台湾的环境怎么样 然后就没有办法适应 那他觉得 是不是日本的投手 都比较习惯那种 包括量要比较多 就是包括牛棚的时候用球数比较多 那单场的用球数也比较多 这种情形 是不是日本的投手 特别是先巴的投手 会比较习惯 这种训练的方式 日本的球数 都比较多 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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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政田他沒有刻意的去想說 投球量一定要多或者是要少 那他在準備當中 每次先發在牛棚上準備的量 也會因當天的狀況有一點差異 那他也不會覺得說 因為日本人所以就要投得多 因為美國人就要投得少 他覺得這個都是完全看他自己的狀況 去做一個調整 OK 很難的機會我們請教政田樹 這個問題 那我們也謝謝書農包們採訪政田樹 也謝謝政田樹 謝謝